普京放狠话 你们要敢这么敢 就别怪我不客气 普京为啥说这话呢 还是因为俄罗斯被西方冻结的资产这件事 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央行等有几千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被美国和西方给冻结了 现在美国西方打算对俄罗斯这些资产要动手了 这两天西方七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召开 会上已经达成一致 要将俄罗斯这些被冻结的资产 他所产生的利息作为抵押 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目前这个决定的具体操作细节还没有确定 但是对俄罗斯资产下手这事基本上是定了 这事我们打个比方 大家就知道有多恶劣了 就比如张三那缺钱 李四就把王五的房子作为抵押 向银行拿了一笔贷款 然后把这贷款的钱给到了张三 如果说张三以后能还这钱那还好吧 但如果张三还不上这钱 那李四的房子可就不明不白的就没了 现在的情况就这样 500亿美元 你指望乌克兰能还让吗 显然不可能 所以这摆明了就是要把俄罗斯人的钱转手给到了乌克兰 所以你说这事普京听了生不生气 普京昨天明确表态了 偷就是偷 西方对俄罗斯资产的亏欠不会不遭到惩罚的 俄罗斯目前被冻结的资产高达几千亿美元 每年仅利息至少就是一两百亿美元以上 那就这样被美国西方给鸣抢了 怎么可能咽这口气呢 至于普京所说的惩罚会是什么 咱们目前还不能确定 可能是以牙还牙式的没收西方在俄罗斯的资产 也可能是采取不对称的方式 即不采取经济金融的方式来报复你 而是用其他的手段 既然你美国西方都已经这么无赖了 那俄罗斯用点其他的极端手段 也说不定 这里呢还有细节挺有意思的 就是美国是主张 把俄罗斯被冻结的这几千亿美元的资产 全部没收 用来援助乌克兰 但这个主意一提出来 就把欧洲国家给吓着了 为啥呢 因为俄罗斯被冻结的这些资产 在美国境内的不多 只有几百亿 绝大部分是在欧洲 如果要把这些全给没收了 那大恶人 那就是欧洲人来当了 欧洲人一听 这事可不能干啊 一来啊 欧洲国家在俄罗斯的生意啊 资产啊 那比美国人在俄罗斯的多多了 二来 欧洲毕竟挨着俄罗斯 这地缘政治影响 那可大多了 如果真把俄罗斯这几千亿美元的资产 全部没收了 俄罗斯人不急眼才惯了呢 到时候 疾风暴雨般的报复 不都得落到欧洲人的头上 所以欧洲人说了 这事不行 不能这么干 这次七国集团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啊 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用利息作为抵押 来贷款援助乌克兰 这似乎好像啊 比全部没收要缓和的多 但即便是这样 普京能答应吗 当然不答应 所以啊 普京放出狠话 偷就是偷 你们要敢偷我们的 抢我们的 那我们一定会报复 一定会惩罚你 注意看